享受一个人孤独的感觉 你会跟你的朋友去讲吗 你有朋友吗 朋友也是有的 千万不要认为在演艺圈工作的人 你每天会碰到很多人生活很热闹 会有很多朋友 其实不一定 不尽然 朋友有很多种 可是真正能够非常亲的 能够分享的 其实我想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太多 我那会儿 有 有 可是 那时候人生面临的那个困境 有时候也不是 大家聊聊天就能解决 还有就是有时候 你不知道该跟那个人从何说起 然后你不说之后 隔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更无从说起了 然后慢慢就不说了 我觉得这是大了以后的心情 我现在常常是这样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心情 是 你可能会发现大了以后的心情 我现在都能解决了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 感谢观看